大家好,我是Alice 我是昨天刚刚成为Parma School Home 三级课程第二期的学员加志愿者 对的,我显化了 然后这个显化的话是因为 非常简单的就是遵守了经济一致性 就是因为我之前 师傅上一次就是回来的时候 然后他有一个莲花族 可是当时我没有,汇款通道好像 我汇不出去 我虽然有信用卡通道,可是我 我没有我自己的信用卡 所以后来我就给我自己去办信用卡 然后再来汇这笔钱 然后后来是我自己 去办了我的信用卡之后 好像是在半个月之前 就是有办出来 但一直都拖着 没有去汇这笔钱,虽然是很简单 一分钟之内搞定的事情 可是就是拖延以及各种其他问题 就拖着了 后来就是有一天 就好像就是正好是三级课程开始的 那一天 然后突然就是一个师姐 他就看到我,看到我之后 他就立马就给我打电话 他就说你是不是有一天的钱 然后我就说,我说我有一天的钱 可是这个钱不是拿来上课的 我说这笔钱是之前欠着的莲花族的钱 我说这笔钱我不能动它 然后他就说,莲花族可能下次要到葵 你现在诞成才能出来 然后说你这笔钱先来上课吧 然后以及他说什么去年的时候 可能他是9月份 对,他是9月份在才 才好像才诞成的 然后才举办的这个仪式之类的 然后我当时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自我怀疑 就是我能够在就是剩下来的 这样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 显化出 显化出这样子的一个莲花族的钱吗 然后后来,但是我其实我内心是 我内心的声音是,还有个声音就是说 我这笔钱我不想要动它 因为我之前说好的这笔钱我拿来 我是拿来做莲花族的 那既然说好的做莲花族 我就不能拿来拿它来做用的事情 就拿来上三级课程都不行 哪怕说我可以进到三级课程的教室里面 跟师傅发愿 说让他帮我继续显化财富 但是我也不想 我就是觉得这笔钱是得拿来上 就是得拿来叫莲花族 然后后来 后来我有跟另外一个师姐聊这个事情 我就直接跟这个师姐说 那你就去跟马卡拉萨讲说我有这笔钱 但是我之前这笔钱是已经决定好了做莲花族 但现在这笔钱就是莲花族也还没有到 就是问他说我要拿来做莲花族还是拿来上课 然后后来马卡拉萨给我的答复就是说 让我拿来交莲花族的钱 说让我遵守经济一致性 然后我就听到他这个答案之后 我立马就去刷卡了 就是非常非常迅速 我就没有意思的有意 我就立马就去刷卡了 然后刷完卡了之后 我就再想十点填表达吧 反正到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诞成 我这么早填表达了 说不定到时候就是我填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对啊我就没有填 然后好像结果正好是第二天早上吧 然后妈就问我 他就问我付款了 我说已经付了 然后他说你填表了吗 我说没有 那他说那你去填吧 那我一想他让我填 我就说好啊 然后这时候我就在纠结我的愿望 然后这时候一下就有个念头就冒出来 我说我要就是师傅每一次上课 我都要坐在教室里跟师傅面对面见面 然后就立马就去写下这个愿望 我就是就是想到这个愿望之后 我就立马去写 然后以及以及就是还写下了 就想让师傅帮我了解我父母的健康 跟他们圆满之类的 对 然后是 这是 对这是当天晚上的事情 然后就是在我就是填表达 我其实只填了一个 就是我还需要填另外一个 呃 1008的那个 呃 全款的一个愿望单 可是那个表单我一直没填嘛 后来等到晚上的时候 就是 突然 我收到了就是 呃 志愿者给我发的消息 就说 8月18号就是奎盛他的诞辰 然后说有金氏族 就是有莲花族 我当时都惊呆了 我就是在想天哪 还好我就是当下立即没有任何的犹豫 我就去汇款了 然后我就 我就是所以我就是可以顺利的赶上这次的金氏族 呃 脸花族 是因为就是第二天的时候 我才知道就是那个师姐跟我说 她说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的那个那个钱 就是那个支付通道打不开 然后我也后来去打开了确实打不开 然后我就在想天哪 还好我当下立即的去汇款了 所以说我在汇款上面没有太大阻碍 如果说我当时还有犹豫 那我只是看到了这个诞辰我才去汇这个款 那我就肯定会有阻碍 就是我我上上次 呃 21天的那三级课程的钱的时候 我也是 我就是我爸爸前前一秒钟 钱刚全部打到我的账上 我下一秒钟立马就就就汇出去了 就虽然说我有一个过失就是忘记填复言了 就是撇开这个过失的话 我汇款非常顺利 没有意识的阻碍 就是因为我 交钱很积极 对交钱很积极是 嗯我发现是汇款很顺利的一个好像 好像有点关系 因为我只要交钱很积极 我的汇款不会有阻碍的 对然后然后就后来第二天妈就给我打电话 就说就说需要一个需要让我去做反应 以及这样的工作 然后当时就就觉得天哪 竟然想化了 就是想化的太快了 好这是我想化的故事 然后第二部分的故事就是 嗯 就是我们有跟师父面对面的机会嘛 然后 然后我当时就是 就是有 我跟师父 就是提问 那我当时在想 我就想要做 想要显化财富 然后我就问师父 我就说 我想要知道怎么显化财富 怎么样做SJPK 就是SJPK是百万美金的捐赠 然后SJPK这个这个念头啊 也是另外一个师姐在跟我聊 他说他他想要在35岁之前 实现做SJPK的这个梦想 然后当时在想 哇塞 SJPK好像比SJPK SJP更加的那种 更加让我觉得很兴奋 就是想要为之去努力奋斗的那种兴奋 然后我就我就问师父 然后我本来最开始在在那个跟师父发愿的时候 我是在跟师父提问的时候 我是写SJP的 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想我要做SJPK 我就这样子发了 然后以及我 我是问师父我要怎么做 才能够实现做SJPK 因为我想说 有一点清晰度 然后这样我就朝着那方向去努力 然后结果后来就是师父出来打写的时候 这个是再给大家送 就这个再给大家祝福了 然后我就那时候是在那里 干嘛来着 好像是在做一些重要的工作吧 然后突然我听到他喊我的名字了 然后我就很紧张 我就 我就我就开始 我就瞬间就停下 我就在那里 很认真的在那里听 师父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我说我一定要把所有每个字都记住 结果 师父喊了我的名字之后 然后他说 你会在今年就实现SJPK的目标 然后他说我会照顾好你的 不要担心 我靠我当时听到 我就是 目瞪口呆 我嘴巴都没有合上 我惊呆了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 天哪怎么回事 就是那种 就是我要 我要的 我要的只是说 比如说我要的只是一颗 只是一个 一个苹果 然后师父给了我一个巨大的西瓜的这种感觉 而且我在发现的时候 我真的什么都没想 我就是 就是 没有带着贪婪和恐惧 我只是在觉得说 我只是想要从 比如说是从我的行动方面 以及我应该怎么去做的方面去跟师父反应的 结果师父给我说 我可以在今年就实现SJPK的 对我可以在今年就实现我SJPK的这个目标 天哪我就是 我听到之后我头脑是一片空白的 以及我听到之后我觉得我整个 胸腔是空的那种感觉 就是 嗯 没有没有任何的那种 就是比如说我可能之前新闻会读 但是当时我新闻就没有一点读 就是觉得是在 是空了的那种感觉 我不懂 反正就是很 很震惊 就是完全都惊呆了 就完全没有想到会是 是会给了我这么这么大一个祝福 这么这么大一个恩典 就是 我现在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但我知道师父会运作的 就是接下来我不管发生什么我就去接受它 以及我去做它 我就突破它就好 对然后最就很神奇的是 我最近 我最近什么 就是好像我身体在历劫一样 我就先是骑自行车摔了 摔了我手破脚破 然后结果今天在练瑜伽的时候 我又摔了 把我另外一只脚 没有受伤的那只脚 给弄受伤了 就我现在四肢都是受伤着的 这个点完也让我觉得很困惑 但是我就觉得 反正一切都是师父在运作 我就没有多想我就接受它 对 然后 真的 我就觉得 天呐这个课真的太棒了 就是 就是 给你的远逼 远远超过了你想要的 就真的是师父 师父在之前开始里说的 可能 嗯 你想要的是什么 几百万 但是师父准备好了 几千万几个亿的礼物在等着你 就它会比你更了解你自己真正是谁 你真正的能力是什么 所以就是 对接下来就是好好修 修关于成福的课 以及接受 以及去不断的去突破就好 对然后我就非常的期待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好的 就是这样的 我的分享就是这样的 你先等等 谢谢大家